大家好,我是吳仔 大家好,我是OK仔 这一节讲讲《有美丽战场》 又不是讲女人,而是讲儿子 阿昌哥,李承昌 就够了衰格 即不是说你本人 而是认同你,角色演得好 你说什么呢? 我只是这样讲而已 他在这部电影中弹出来了 当然不是 我觉得其中,因为现在议题多 为什么这样讲呢? 又是投射那位奸 奸 奸 那就是三个女的奸 不是女子做个干的奸 是一个强奸人的奸角 你以为阿昌哥在这里弹起 当然不是 之前很多套都弹起 不过他这些弹一弹 之后又缩了进去 即是他的转型上去,然后下来 是很低调 他始终是一个演员 不算是一个明星 但是做了这么多年 你猜不到这个御用奸人 这个真的是奸人 是的,御用奸人 没错 竟然是一个二十四孝老爸 又是一个肯为自己的姐姐 姐姐有个癌症 他曾经捐骨髓给她姐姐 这个男人是有情有义 你看他演戏 就很坏 极坏 拿别人的妹妹去 你有妹妹未成年 你有妹妹的 陪我日本生意朋友 这些日本人最变态 做到很变态 没了他之后 他死了之后 整套戏 没了反骨骑 其实就变了另外一个看法 要说说昌哥的人 这次和电影没关系 有点吧 有点关系 有没有人给个赞? 是 请大家给个赞支持一下 不知道你赞不赞 原来昌哥演这个色彩虾 自己和导演提议 加戏 摸女孩大腿 哇 真是 就是万子良所说的 加戏 不赞 要不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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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是自己加摸大腿 是 这样自肥可以吗 是 入行四十多年 原来看他年轻 很帅 你也看到照片 是吧 慢慢讲 就讲到昌哥 一部电影都会演坏人 原来已经连续三部都做奸 嗯 之前有一套二手店 其实也爆过出来的 现在又爆 如果他是 就是 跟人不同命的 如果他是那些偶像级 他已经是 可能是 视帝 影帝 但是我们 心目中 我们都是认同你演技的 据说 今次这个角色 就是那个扑街大佬 比较有趣 导演问我 可不可以演一个 跟平时不同的大佬 他跟着去想 他说 什么大佬都做过 后来想着想着 有些事情没试过 涵濕大佬 是 嗯 其实涵濕大佬 你去到后期 那个大佬 你想想 叶念心写这部电影 要强奸的姐姐 再奸了妹妹 他本身个人都要涵濕的了 你过了自己的关才行 他要再涵濕一点 为什么他过不了 有什么要做过 就是你认识的 有时候 你本身个人很正直不安 叶念心 你看我的名字都知道 叶念太深 对 是啊 他不关事 他做什么 做戏 就是写剧本 他说我做一个 他又不想做一个很油腻的 很油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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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做一个很斯文的 很斯文的 也挺斯文的 就是以你这个 很油腻的程度来计 很保守 就是好像你经常说 等着反骨骑拿到冠军 想怎样就怎样 那种 哇 你给了外面的鸡丛 有时候听一下那些男人 玩女人 是啊 反骨骑如果你是个油腻的 他坐在你身边 他这件衣服被你摔了 是啊 摔了就摔了 摔了就摔了 就摔了 是不是 他是很斯文的 已经叫做 大家都知道他想怎样 大家都知道他想怎样 但就不是很 什么 其实真的 剧情推进得太快 去到反骨骑被人强奸那天 才知道他这么变态 嗯 又是拿人的妹妹去给帝国 迷了人的妹妹送去 15岁 未成年 是 他是那一集特别厉害的 之前是小小小小小的滲滲滲滲滲 其实最主要就是那一场戏很厉害 那么 昌哥呢 他说他自己提议 用手摸女仔大腿 亲自用行动说 给观众知道我好可爱 不用的 是 自肥的 喂 想摸大腿呢 你这个形式上面 搭着肩膀 手在那里 好像想握个球 然后女孩反抗也可以 他玩了摸大腿 摸大腿有 摸大腿有 那个位置 挺自肥的 大腿没有衣服穿 滑滑滑滑 他说他很色彩膀 他说他有很多东西 用眼神就行 用手势我觉得也不是很好 我觉得摸大腿最值得 我创作摸大腿的 我导演说OK 哇 被问到自肥 老婆有没有诈刑 他说 幸好老婆没看那一集 他说他看第一集 又看不到这样 是吧 说笑而已 老婆哪有介意 做了几十年戏 这些没什么 说说昌哥的人 年轻的时候真的很帅 文青帅 你看那些眉眼有少少郭富城 想不到慢慢做一做一做 就变成是南佩 陆叶 现在做奸角 演技是出色的 毋庸置疑的 一定是相当专业的演员 说到他其实人 原来之前 本身是做政府工的 他就不理家人的意见 就入行做演员 李承昌在香港演藝人协会专访里面 曾经说过自己的心路历程 他小时候是充满了烟肉 但是家人灌输 哎呀 你和我的案子一样 家人灌输 稳稳定定 找份工的观念 这是基本的 在香港 这是你的主线任务 是的 人生好像出来的任务就是这样 你打机去到几个级 你自己转职之后 是的 你容易转 转职 幸好你不是这样 否则你是NPC 是的 如果你做政府工 哪有得强奸 反骨骑 他做政府工退休了 六岸五岁退休了 那当然是好玩 做戏好玩 他爸爸本身想他进银行 或者政府工这些铁饭碗 但是他本身很有表演欲 那他年轻又帥 你别浪败了他 他私下去考香港话剧团 前身就是业余话剧团 他说虧了话剧团 不行 做银行做了一年多 看到TVB开训练班 瞒着他爸爸 又得我又考到 1978年已经是第八期训练班的 学生 他说当时李承昌的父亲 刚刚做完手术 哇 获取的李承昌 就不敢告诉他父亲 因为刚刚做完手术 怕他气死了 最终呢 也说了 免得了 也不知道你去了哪里 但刚刚做了手术 反而得到家人的支持 反而 嘴巴叫你正正经经找一份工作 当你找到一条路 你能进去 那也OK 你有粮出便可以了 年轻人也挺好 其实你反过来就这么说 如果你打算 还没走的 那当然是被家人禁止你 你也走了 成功了 叫做入了行 那就可以了 那这个人入了行四十多年 他真的有情有义 你不要看他做奸角 他不是的 他不是的 他入行期间 他姐姐患了淋巴癌 他为了救姐姐 他主动捐骨髓 不过很遗憾 他姐姐仍然是 离开人世 可能那次的经历 令他更加勤奋地 努力存钱 他因为如果你没钱 很凄凉 要为家人有一份保障 他说他有三次跳槽的机会 他非常忠心 很忠心 对无线 香港电视 之前挖角挖了一批 夏宇 王日华 那些都有去过 张可怡那些 去过香港电视 三次 ViuTV开电视 对不对 他说 他做事 做生不如做熟 就留在TVB算了 他人也挺 叫做饮水思源的那种人 他留在同一个地方内 他坦然希望 也有一些新的改变 他经常想挑战 接受一些挑战 如果公司跟他签约 可以灵活一些 他说如果可以回大陆见识一下就好了 他说他还没回过 除了拍公司剧之后 他去过橫店三四次 自己在北京拍剧两次 做演员 这么多年 要体验一下内地的制作 他说这世人 没理由不上去厂 65岁都还想上去厂 人很有趣 没见过 还有新鲜感 可能是三多年 找回一世人的钱 很实际 这世人怎么也要出去厂 见识一下大陆最主要的是 价钱 待遇吸引 有些跟荷里活制作差不多 也挺大的 你知道内地好像什么 什么月球那些 流浪机 月球流浪机 都是厉害的 吴京那些也是厉害的 他说 上到大陆 荷里活制作的 有些是坐商务客机 有保姆 有专车 但时间就不短 一天要做12至14个钟 也要熬 我有个朋友做演员 回大陆 是不是真的这么过瘾 有些人拍摄 拿钱可以的 不过他做一些散仔位 他说 他说 你回大陆拍摄 那时候跟他聊天 他说 我真的不想回去 一次他就在冰湖里断了脚 就是我朋友 我说我朋友 有一次他说 在那些荒山野岭 对脚插在泥里 只有12度 脚是冷到硬了 以为没有了 硬僵了 脚插在泥里 很辛苦 他说附近只有什么 他说附近只有士多 收不到电话 那又怎样 去士多买一瓶维他奶 叫做娱乐 平时看什么 拿一本圣经出来揭摄一下 那又怎样 就是这样 所以回大陆也不是一定这么好的 说到年轻时 李承昌和太太 享受二人世界 但他当时考虑到 他说万一我乡了 谁陪我太太呢 45岁的时候 跟太太商量 就做了爸爸 那女儿出生之后 他说女儿 可以有更好的学习环境 供女儿去英国 就读心理学 就坚持不能够 卖 当和遮 自己努力 赚钱供女儿读书 如果让女儿知道我们这样 他会不开心 他说算过自己的储蓄和投资 估计公司和他签约到什么时候 他说可以 其实是可以的 做这个决定 带女儿来这个世界 就让她追寻自己 她想要的东西 他妈妈以前都是留学生 我女儿也有这种性格 14岁半自己一个人就进大学 14岁半读大学 他说我和太太都没有陪她 那女儿来到这里 来临这个世界令她很快乐 他说这一生来遇到我 我都会让女儿开开心心 他真是24岁半读大学 说他抱着孩子的时候 他年纪都不小了 现在就大了 原来她也有机会北上 但是真是挂着老婆 所以她不想长时间离开家 即使拍公司剧北上一个月 她心挂挂了 她说女儿在外国读书 只有太太一个女儿在这里 有时电器坏了 那又怎样 担心 她老婆还有几年退休 那么昌哥答应 就是她老婆答应她 如果我上去 她就提早退休了 陪我一起上去 就算是稳定之外 也是很照顾老婆的 那她这些是 就是24校的好男人 你又没有让她的角色拍戏 拍戏 定了位 是 说她的人 结婚这么久 又疼老婆 又开明的爸爸来的 这些是好男人来的 你就想起她做街坊小人物 那时候那个 那个她就很好 叶念心的气 丁子浪也变了贱人 渣男 对不对 这些事情很难说 说到凶神恶杀 是一个好男人 他说每天做完事之后 最期待就是回家 他不会到处滚滚 没有人拍到他 反而有些在内地的休闲酒店 有些无线艺员 在人家门口拍照 是 说真的 不用说是谁 拿出来 我怕别人说 是不是没有电梯 不是 大把在网上一看 你怎么会去摔邪骨 和在门口拍照 自己Google一下 Google一下 不要说谁 好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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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昌哥不搞这些事情 和老婆结婚二十多年 他起码 开始的时候 没有打算生孩子 现在有一个家庭 他就是一个好爸爸 经常和女儿 Facetime 保持联络 不同一般的怪兽家长 从上机到下机 放手给女儿 你自己搞定 让她独立 重复表示 有缘成为父女 都只是想女儿开心 真是相当看得开的 一个好爸爸 这样的 厉害 对了 快到19岁 那个女儿大了 尤其她接受爱国教育 更加需要自由 看得出她是一个开明 又好 这些爸爸真的不错 我想起 昨天有个爸爸 爱回家的谭道德 和阿聪拍拖 对吧 让你在学校拍拖 都要管住一石子 那时候开麦骂你们 昌哥这些就不一样了 对吧 女大女世界 当然 最重要是大家开心 她这些好人 一个好人 不要让她的角色定位 她不同 马提露那些 马提露那些 就不要说了 昌哥这些 好演员 没错 知道她多些东西 希望大家以后看到她 都可以留意一下她的演技 其实她的演技 都非常好 每次都是因为她的演技 才说回她里面的东西 那些东西 没错 恭喜了 今次又出位了 又出来了 这些做演员最开心的就是有这些代表角 最好就是那一刻 人家不会说她 你看她这样 拍了一些东西 自肥 没有人说她 有代表作 她不用洗底了 因为大家都知道她是一个好演员 对 帮范骨骑洗底 有一段时间还没洗到 昨天最后一个草回台湾 就这样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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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